御师放生,征服严寿 在园屯地方有一位秀才,名叫屈师 他心地善良,慈悲为怀 与世无诚,从不跟人计较 君子无所争,必也舍户 说得好 老公,刚你没米啦 赶快出去没米,顺便带点食品回来 真扫兴,难得扶生半日闲 这些钱给你,要拿好 记住,不要给我乱买东西 是的,老婆大人 我这鸡是在山上放养的 肉质鲜美,有嚼劲 只剩一只,不买可惜了 这地银子给你,不用找了 客官,您是要整只用墩的 还是帮您贴块 哎,不用了 你就这样递给我吧 哎,让你受苦了 美美的田鸡,清凉解毒,美味可口 只剩三只,要买要快 哇 哎,师傅,我全要了 好,请您点点看 师傅,麻烦您将它们松绑 没问题,出钱的是大爷 小青蛙,小青蛙,小青蛙 可爱的小青蛙 半夜不睡觉 跟着木鸡在逃遇 只在游小蛙 很高兴认识你们 现在时间不早了 我们就在此道别 路上小心了 你这个死鬼啊 怎么每次都讲不听 小青蛙,你在这样乱花钱 我跟孩子就要喝西北风了 我不大悟其路 下次不敢了 几天之后 驱师去拜访朋友 好可怜的鱼啊 怎么办 还跟老婆发过誓 不管了 救命要紧 老哥 你这鱼多少钱啊 嗯 这个鱼是上好的红鲤鱼 价格不便宜的 没关系 这些银子你全拿去吧 嗯,这 好吧 来,拿好哦 记住哦 这鱼要吃活的味道才鲜哦 哼哼哼哼 哎 委屈你了 赶快回家吧 哇 哇 好漂亮的大 哦 还有鱼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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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是 我是东海龙王 哦 龙王 先生本来寿命已尽 但是因为你救了我而一命 所以特别替你增严福寿十二年 龙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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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屈师舅鲤鱼时 年四十八岁 后来活到六十岁 子孙满堂 无疾而终 观想各种的动物 当他们要被宰杀时 或是五脏六腑已被剖开 而却还睁大着眼睛 或是鹰猴已经被切断 两脚却还在挣扎 这与人类在重病将死之时 所现出的各种病态 不是完全一样吗 这样观想的时候 就会对他们生出慈悲心 不敢再杀生了